520總統就職國宴是首度的遺失台南 而菜色現在曝光之後 掀起各方的熱烈討論 因為除了八道主菜以外 茶汁磨熟的珍珠奶茶也入列 有趣的是雖然說 台南被稱為是全塘城市 但這國宴的珍奶只有一分糖 這業者是曝光了背後的成分以及內膜 客人員模擬上菜動線 2024正副總統就職國宴 有百年蝦仁飯 有南部的滷味 但再加這一杯才真的完美 清香的伯爵紅茶加入來自荷蘭的奶精 靈魂主角珍珠浸泡過二砂糖糖漿 口感微甜Q彈 今年的國宴珍奶 就是找上台南發機的飲料店 首搖引南霸天 這次端出的國宴珍奶 其中特別讓業者自豪的 就是這個比一般市面上 再小一點點的珍珠 讓口感更好 自己的珍珠撥巴的工廠 然後是自己樓的 然後裡面沒有添加防腐劑 而國宴菜色的內幕曝光 會端出珍奶 而不是招牌的山楂烏龍 主要是為了符合外國賓客 因此選擇更大眾化的口味 有趣的還有 響應準總統賴清德曾說 未來我喝珍奶 我不再喝全糖 要喝低糖的珍奶 因此響應減糖生活 國宴珍奶不是全糖 只有一分糖 喝珍奶都選幾分糖嗎 我都喝五糖 比較不肥吧 微糖不想變胖 三分糖然後去冰 對一樣不想變胖 民眾跟準總統有之一同 減糖的珍奶就夠好喝 這次茶之魔手 以及台南雙麒麟店全偉家 巧克力品牌魚市 都將端出不同的國夜美食 讓民眾認識不一樣的全糖城市 記者盧俊明流之台北報導